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何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星投顾的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何彦 昨天晚上美股收红 台北股市今天是开高左低 最终下跌了61点 指数来到了16636 成交量是2784亿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昨天跌了222点 今天没有像昨天跌那么多 今天如果再跌那么多 大家都疯了 能刚好把戏罢了 这样都会有嘻笑 今天台北股市开高64点 可是开高马上就下来了 所以我早就跟大家讲过 上礼拜不错 上个礼拜交钱指数涨了300多点 384就点 我上礼拜就讲 时间还没到 时间还没到 你不要一直管 随时会再打下来 是不是被我说中了 两天下来 已经跌了280点了 已经跌了280点了 上个礼拜才涨340点而已 已经快要吃掉了 可是这个礼拜再蹲下去 反转时间就快要到了 所以底部的股票 不要买台 趁这个礼拜有再蹲下来的时候 赶快买跟选举有关的个股 赶快买选举行情期间 大企的股票 这两天是最重要的机会 最好的时机点 美国股市上个礼拜也跌很惨 到处楼梦大跌的跌跌 跌跌跌跌更大跌到3% 因为美国的通膨指数 连续两个月的弹升 所以大家担心 接下来11月份 会不会再升息 所以包含美国公债值利率 飙到16年的高 恐慌指数也飙到9% 那昨天美国股市 稳下来了 大跌天之后回稳了 因为市场在等什么 市场在等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召开了 两天的利率会议 两天利率会议开完之后 9月会不会升息 就揭晓了 然后目前市场 大家都认为不会升息 那到底会不会升 反正两天会开完就知道了 对不对 这两天美国联准会 会开完了 到底升息不升息 行情会不会有明确的表态 因为美国这一波 33天34天的修正 也就在这两三天 时间就要画下据点了 所以时间到 如果美国真的不升息的话 有没有机会 发动一波新的行情 来带动全球股市 所以这两天是最重要的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大部分股票 都在平盘上下 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昨天苹果是涨1.6% 1.6%是没多啦 因为上个礼拜 苹果新机发表 那在发表前 大家都认为说 大陆华为新机出来 再加上大陆一些规定 一些禁令 可能对于苹果的销售 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大家讲的天话乱坠 那市场开始开卖之后 没有几分钟 两三分钟而已 马上销售一空 嘴巴讲的 跟实际上的行动 不见得是一样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苹果在大陆 其实是一种怎么样 是一种高档的象征 有钱人 不去买国产品牌 有钱人一定拿苹果手机 挡不住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苹果昨天 股价回稳涨了1.6% 那昨天AI相关的股票 大部分都在平盘上下 昨天美国股市最弱的焦点在汽车股 通用汽车跌1.8% 福特汽车跌2.1% 图森未来跌2.4% FISC跌了5.8% 特斯拉跌了3.3% 你知道最近美国在罢工 谁在罢工 汽车工会在罢工 因为汽车工会 他们很不爽 都没什么加薪 有加薪都加一点点 对 因为疫情期间没办法 大家共体时间 可是这两年 汽车大热销 汽车大卖 汽车公司赚很多钱 那反而 汽车公司的员工 没什么加到薪水 所以大家就串联 一起来大工 要求 加薪40% 哇 我听说话 加薪40% 谁敢啊 谁敢同意啊 你看台湾也是年年加薪 可是我们加都 3%5% 3%5% 3%5%容易达成 那长期累积加也不错 那你要公司一次加薪40% 那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目前还在背着状态 在相互对立的状态 所以 一罢工下去 谁倒霉 资方就倒霉了 所以汽车股 最近在美国市场 其实是相当落实的 之前特斯拉大涨啊 大涨完之后 转线休息 也没关系嘛 行情起起落落 没关系 台北股市的部分 礼拜一跌了222点 你知道礼拜一 外资又大卖258亿 哇 很恐怖的 真的 外资只要一卖出来 又是数量那么大 是 那自营商也大卖96亿 昨天只有投信 小买16亿而已 所以昨天政府 互盘的动作 相对来的比较小 嗯 他的意思应该是 既然你们要卖 卖啦卖啦 不要够啦 卖地我再来减 大概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可是昨天融资 增加25亿 两大法人 加起来 卖了350亿 然后投资人在扣熟悉 扣熟悉是兆啦 可是你要 扣到股票 你不要买错 买到那种高档刚好下来的 那就麻烦了 那昨天外资 大卖股票的同时 也大卖台子旗 台子旗的净空单 一天大增 5342口 所以当你看到外资 大卖股票 同时大卖台子旗 他够回港行情都不好啦 一定的嘛 他刚把股票杀出来 又加码空台子旗 你让我扣定的房间去 对不对 外资一直在控盘 这是不真的事实嘛 所以今天为什么开高64点 马上就打下来 说盘变成跌61点 对这个原因啊 所以今天开高 我一看 一定开高走跌 因为昨天外资 股票期货 同步有大动作 美国票 大空台子旗 好了 今天跌61点 60点其实没多 可是你看今天上市的部分 只有271家涨 有高达592家是跌的 所以下跌的加速 是上涨加速的两倍啊 所以你不要看 指数啊 没有跌多少 今天个股卖压很重 只是因为全资股的部分 台积电 联电 日月光 这些大型全资股在撑 让指数没有跌那么多 个股的部分 其实跌的还蛮重的 主要是跟大家讲 起管就不要去推啊 放他一马吧 我们再来找低波 股票做就好啊 为什么一定要穷追不舍 起管就要去推 对不对 你看涨高的股票 华星光 又跌停了 年载第三天啊 连续三天都跌停板 3163的部落位 今天打到快跌停 这种起情管呢 包括台光电 今天也大了 台医药 今天也大跌 联帽 今天也跌 快4% 智元 今天大跌了6% 今天AI概念股 昨天大跌之后 今天又大跌一天 你看技嘉 现在存253而已 哇 技嘉在两个礼拜前 多少 370块了 跌这么重 两百五十三 是 一百二十块不去了 对 多久时间两个月 哇 这很恐怖 真的 你涨高的股票 你去追高 真的 钱太多 真的 钱太多 你钱太多 没得开 谁来给我开 是 不要自己在股票市场浪费掉 从底部开始收购 开始买 等到产业一反转之后 一个破绊上去 三年五年八年 赚个五倍八倍十倍 但我们不需要包那么长 股神八倍它可以一支股票 爆个十年 我们没有那些比喻 我们相同的方法 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跌得差不多了 再足底了 我们慢慢地求 等到行情一反转 不需要八年十年 一股的两股的 我们踏一个三十八五十八 那都好了 对 咕咕痠痠 我一直用这样的方法 一直印证给你看 已经无数次 三十八五十八 甚至一倍的股票了 你看最近 昨天天狱涨停 天狱减之前涨停 股价一百二十五 涨到一百五十七 这样要三十八 昨天一开盘又涨停板 两百五十八 你看对一百二十五 涨两百五十八 所以买底部 你要赚个三十八五十八 是很简单的事情 今天天狱一开盘之后 昨天涨停板 今天开停盘 一下狂蟹七%多 快八%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因为昨天涨停没有开啊 今天一开盘之后破平盘 很多人看 涨停怎么今天开低 开平低盘 所以我股票就杀出来了 哎呦 涨了四块钱 大盘间是开高一路杀低啊 对 天狱是早盘急杀之后 开始从跌八%翻红涨四块钱 你杀出来都被人家收走了 有时候股票投资 你不要随着情绪在起伏 比较快 天狱是面板驱动IC 面板驱动IC是目前IC设计族群里面 唯一第一个库存清完 产业订单回流报价回流的 你看连勇今年有机会赚四个股本 现在勾给四百几块 这个获利单位比较高 我们就不要比较 我们来比细创 细创今年每股获利大概15块钱 会探15块 今天两百九十八 瑞鼎今年大概赚16块钱 差不多 现在勾给三百七十五 天狱减之后 股本从18亿降为12亿 股本减少 筹码变少 更容易吵 那减之后 今年每股获利 有机会17块到18块 获利比细创好 获利比瑞鼎好 人家瑞鼎现在三百七十五 细创已经快三百了 两百九十八 那天狱猜多少 两百五十几而已 像太多的 难怪打下去跌八% 还能够逆势翻红 人在求你都不知道 你都 你都把他知道 看着航金的路 股本就破壞掉了 就抬抬出来 我跟你讲 天狱会不会去追瑞鼎 会不会去追矽鼎 会不会去追矽创 会在那三百五千里 但一百二十五 涨到两百五十几来了 我不建议你再去追高 你夷点有底部的就破壞掉 这个礼拜再增下来之后 时间要搞了 反转时间要到了 政府基金一千五百四十亿 已经进来了 人家准备要插船机行情 你又不准路区 到时你又要追高了 你看船机台 去年选举期间 标了五点六倍 这次我讲完之后 涨了48% 48%都开始而已啦 会不会像去年一样 再标个五点六倍 也不需要那么狠 当然它涨越多 我们越高兴嘛 对不对 它涨个一倍就够你赚了 双击第二 去年两个月标了1.7倍 这边我讲完之后 两个三个停办 然后再创个高 也是48% 经历几天完了 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 双击第二 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又涨停 这波涨幅已经63%了 礼拜已经超过礼拜了 两者之间会相互的追逐 算起礼拜虎 虽然在这里 慢慢推慢慢推 那后面冲出去 也很冲没地 我在说当中记你们知道吗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对 我跟妳讲 反正我不会开牌嘛 对不对 人要走 我们就沉沉对人走 不要去故意 够让人开牌 开牌了 然后床马乱掉 人转到去不走 我们就等着不走 会不会像去年一样 两个月涨了1.7倍 目前才刚起手势而已 想要多 就快来找我 利用现在一起的费用 赚一整年的活动 打算进来 跟上你的脚步 好的谢谢老师 接下来选举行情 一定要好好把握哦 这次压回是最后的机会 要再度恭喜何彦老师 选举第二号 已经大涨了63% 今天又再度亮灯涨停 真的是好厉害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进一部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好的听众朋友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哦 趋势做对做错 真的会差很多 我们一定要跟对老师 选对股票 何彦老师一定会 代进代出 让你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要再度恭喜何彦老师 选举第二号 又再度亮灯涨停 真的是好厉害 想要赚取30%到50%以上的 大获利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选举臂涨股 你就可以领先卡位在底部 只要一记的费用 服务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何彦老师的单股周周发 短线带你做价差 搭配长线做波段 让你多空操作更灵活 赶快把握机会 跟上脚步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另外在股票操作上 有任何疑问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 何彦老师Lite 以及Telegram账号 Lite的ID是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账号是 PRO5个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老师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我们一定要在行情发动前 先卡位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哦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可以留意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昨天跌了222点 今天又跌61点 跟我上星期说的 一模一模 上礼拜 涨了300多点 全市场都在欢呼庆祝 只有我提醒你 要不然哦 时间要不然够 会再处来一遍 不要去队关 你看连续两天下杀 AI相关个股跌翻了 涨高的股票 华信光 连刷三天都跌 你没就好啊 你没有那些股票 它跌翻也不干你的事嘛 对不对 我们买底部的股票 安全安心 赚大钱 你看天狱 125欧 现在已经262欧了 还没刷 这个礼拜再增下来 是最后的机会了哦 再来参与行情要订单哦 政府资金已经到位了 后面就叫参与行情 你看参与第一号 已经起48% 这段时间有谁比他更厉害了 对 有啦 二号啦 二号现在已经23% 是的 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 嗯 有来听英诊 我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要有没有 没有就对了嘛 这才刚起手势而已 会不会像去年一样 两个月飙1.7倍 环境咱就跌跌跌人做就对了 不要太太多 另外一档 上半年美股获利 4块多的 成长119%的 我再说哪一支 他从40标到100 两个月时间而已 1.5倍 涨完之后休息了三个月 又拉回70块 我们71块钱买 今天又76.9了 没货金没什么啦 我也不是要让会员赚小钱的人嘛 对不对 既然股票市场就是要乎掉的嘛 所以心胸大一点 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我们30% 50% 狠狠的来赚它 我刚才说的五票 七十八块的价格 就冲出去了 冲出去后 会不会像四五月一样 两个月 大涨1.5倍 我不知道 没必要怎么追 五十八都够你赚了 五十八都够你赚了 现在底部的股票 一档一档再起来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 畅所欲言 转播的国家都在你赚 你看环球金 四百四十七 现在已经四百八就死了 四十块起来了 对 冲美金 一百四十八 现在已经一百六十八了 十月二十块钱起来了 对 一档一档底部的股票开始起来了 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不要去找那种基金 很高的 那没效啊 汉堂 报告送你们的时候 两百二 两百一十五 现在已经两百四十二块了 我是不是找这种赚大钱底部的个股 送给你们 大会员买 我们来一档接一档 一档接一档 三十八五十八 三十八五十八 慢慢累积获利 利用现在一季的备用 赚一整年的活动 赶快来到林德宴 剩最后两三天 让你减便宜货的机会 再来三个行情就要叮当啊 把大家一起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迎接选举行情 我们一定要集中资金 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认同老师的操作 想要复制 汉堂 环球金 中美金的成功模式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选举概念股 你就可以领先卡位 在底部 反败为胜 进一步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 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资的 林和彦老师 老师谢谢您 好 祝大家特殊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我们一定要在选举行情 发动前 先卡位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认同老师的操作 想要赚取30%到50%以上的大获利 赶快跟着 黑眼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选举必涨股 你就可以复制选举第二号 亮灯涨停的成功模式哦 只要一季的费用 服务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店报名 抢优惠 02-239-239-88 02-239-239-88 行情是不等人的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